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近平发令逼百姓消费已就换星 中国房产危机蔓延 首度出现向国企讨债 挽留外国游客立强拍板 保留现金支付 解放军发驱魔海报 喊台湾回家 澳洲媒体详细披露 朱令案的唯一凶贤 松围的房产帝国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拼经济再端出了新的政策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在2月23号的时候 在财经委员会的会议当中强调 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会议表示此举将有利的促进投资和消费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 习近平在23号的下午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 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品质发展的重要举措 他说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根据报道说该会议听取了中国的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工信部 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汇报 该会议还表示实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 激励当前更立长远 还说要打好政策组合权 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 高品质耐用消费品更多的进入居民生活 费旧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国民经济循环品质和水准大幅的提高 要坚持市场为主 政府引导 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 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 而该会议还说要推动各类生产设备 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 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 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 加强换新加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 对消费品以旧换新 要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 统筹支持各链条各环节 更多的汇集消费者 而报道说会议也研究了有效的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问题 习近平当时表示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 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 必须有效的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另外根据综合媒体的报道说 中国经济下行 房市和股市均形成了不妙的态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大陆媒体热潮 中国人四年存了58.24万亿元 不少的中国网民持怀疑的态度 专家认为官方的数据有水分 但是也能够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在加剧 人们不敢花钱 当局搞扩大内需 根本搞不起来 报道表示 在2月22号的时候 中国的媒体金融界和晚点财经 都纷纷的报道表示 中国人四年存了58.24亿万元 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中国的微博热搜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从2020年初到2024年1月份 中国家庭大约往银行账户里面 净存58.24万亿元 且82%是定期存款 这四年新增存款总额相当于2009年到2019年的总和 来自中共央行的消息表示 其中2022年到2023年分别贡献了17.84万亿元和16.67万亿元 是由统计数据以来存款增长最多的两年 报道表示 连曾经是月光族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存钱大军 年轻人各出其招 除了缩减开支 记账 搞副业等一些常规的做法以外 他们还热衷于蹭老消费 搞起了特种兵存钱 也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存钱 而就中国人四年存了58.24万亿元的消息 不少的中国网民抱持怀疑的态度 网民表示这个数据有点假 他工作了十几年了 一分钱都没存下来 还有网友表示 他拖后腿了 一分钱都没有存 还贡献了巨额亏损 而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梁绍华就表示 中国官方的数据不可信 他认为现在中国大陆媒体热炒家庭存款增加的数据 与中共近期提出来的要对经济畅好有关联 是为了提振信心 但是之前李强在国际上说中国数据说得非常好 外界普遍都不相信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房产危机延烧 首度出现了向国企讨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蔓延 连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也难以倖免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开发商华南城因为无法如期支付千万美元的债券本金 债券人拟向其最大的股东之意的中国国有企业 特区建发集团提起诉讼追讨债务 如果债券人正式提告将是中国2021年爆发房地产危机以来 首度有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法律追讨欠款的对象 路透社报道引述了两名持有华南城债券的债券的话表示 由于华南城没有能够支付在2月9号到期 规模达到1125万美元的债券本金 因此债券人认为海外债券出现了违约情形 另外四名知情师透露说 债券人将向负债累累的华南城的大股东 也就是隶属于深圳市国资委的特区建发集团 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欠款 特区建发集团握有华南城29%的股份 消息是表示目前债券人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 并且委任律师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宜 准备向香港的法院提起针对特区建发集团的诉讼 报道提及发生了违约情形之后 债务人的律师代表在20号的时候发函给了证监会 认为华南城集团向公众发布误导信息 以及未能公开发布内幕消息 要求中国证监会介入调查是否存在隐匿等些情形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华南城市在2021年底的时候 与特区建发集团签署了认购协议 发行了33.5亿股的新股 每股为港币0.57元 然而即便是国资进场支持 华南城在过去两年间多次没有能够一约支付到期的债务 去年底华南城寻求第三次美元债的展期的时候 就已经有债权人表示拒绝接受 并且期待国企出手可以稳定大局 最终仍然有部分债务展期的提案没有能够获得通过 此后华南城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如今再一次的面对未能及时支付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形 好再来看一下挽留外国游客 李强拍板保留现金支付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行动支付在中国日益普及 但习惯以现金和信用卡支付的外籍人士或者是高龄长者却深感不变 中国的国常会在2月23号的时候决议 将推动行动支付银行卡 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发展相互补充 根据中国媒体财灵社的报道说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在2月23号的时候召开了常务会议 会议中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 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常会审议通过的意见 关注老年人外籍人士等支付不变的问题 加强协同配合 加大必要的资源投入 并以多项举措打通服务读点 推动行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的并行 行动支付已经成为了中国民众生活当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中国使用行动支付必须要绑定中国国内的银行卡 随着中国国境的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抵达中国 却在入境之初就面对这样一堵高墙 旅行从一开始就寸步难行 虽然中国的央行曾经下令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的 而中国的官方媒体经济日报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也发表了评论 强调商家机构拒收现金剥夺消费者的支付选择权 也损害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尊严 但外界人士在中国仍然支付难 报道说 2023年5月份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参事课题组执行关于提升入境人士境内支付便利度的调查 抽样外籍游客出现频率高的401家商店 结果显示外籍游客最希望以刷卡和现金的方式来支付 但是安装外卡终端销售系统计的仅有183家 根据报道指出23号的国常会的会议还指出 外商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 要把稳外资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巩固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好再来看一下解放军发驱魔海报喊台湾回家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金下海域争端导致台海两岸情势高度紧张之际 中国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星期五 也就是2月23号的时候发布有关台湾海峡的海报回家 并且用红色字体明确的标出了金门的位置 报道说23号的时候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发布了名为回家的海报 并且以经典的闽南语的歌曲爱拼才会迎 作为背景音乐制成影片称点灯驱恶魔回家才会迎 报道说回家海报上 一只印着五星红旗的大手牵着台湾方向的小手 在金门的位置旁还画着一艘海警船护航 另外有多架飞机从不同的方向朝台湾飞去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官方微博当中写道 小手抓大手 携手出火坑 点灯驱恶魔回家才会迎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佳节来临之际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发布了这个重磅海报 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渔船在农历的大年初五 也就是2月14号的时候 在金门海域翻覆造成了两人死亡 而中国大陆方面在2月18号的时候提出了 两岸不存在禁止限制水域 并且宣布福建海警局将在该海域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 而中国大陆的海警在星期一 也就是2月19号的时候登上了金门观光船 林检引发了恐慌 两岸情势逐渐的升高 不过对于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的回家海报 一些中国大陆的网民并不认可 不少的网民留言表示出手才会赢 嘴炮只能过过瘾 网友说大陆有心对岸无意 还是做两手准备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显示 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的校友朱令 去年底的时候逝世 30年以来这桩投毒案在中国受到了数百万人的持续关注 澳洲媒体既早前披露了一直被认为是唯一凶贤 朱令的前世友孙伟的近况之后 澳洲媒体澳洲人报再度发布了一篇题为 中国投毒案嫌疑人的庞大财产组合的文章 当中就详细的披露了孙伟所拥有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澳洲人报披露说 已经更名为孙世言的孙伟夫妻 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北部的海岸 在澳洲过着奢华的生活 还拥有五处房地产 作为房地产投资者的孙伟 十几年以来 他一直通过购买和出售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屋来赚钱 这起投毒案当中的受害者朱令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死亡之后 澳大利亚的互联网当中就出现了一封请愿书 目前已经有约四万四千个签名 敦促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班尼斯 将孙伟驱逐到中国受审查 请愿活动的发起人表示 孙伟是1994年朱令投毒案的主要嫌疑人 朱令是孙伟的大学室友 后来神秘的患病并且陷入了昏迷 报道指出 孙伟和谢姓的丈夫在新南威尔士州 从事房地产买卖至少有十年了 从孙伟抵达澳洲后不久就开始了 现在他们拥有价值1070万美元的房地产 其中就包括了他目前居住的 新南威尔士州中北部海岸宁静水域的大型双层平房 该报道还表示2014年大约一个月之内 孙伟以63万和73万还有75万美元的价格 在桂格惠山购买了三栋独立的住宅房屋 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的几个月之内 孙伟以105万美元 120万美元和138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该三处房屋 从而获得了152万美元的利润 2015年3月份的时候孙伟将目光投向了西南威尔士州的北海岸 并且以约95万澳元的价格 在纽卡斯尔约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购买了一处占地53公顷的房产 至今他仍然拥有该处房产 2017年的时候 孙伟的丈夫谢先生在尼尔森湾同一综合楼内购买了两处房产 每处的价格约为16万5000美元 孙伟在2020年和2022年出售了这两处房产之后 获得了12万澳元的利润 2019年 孙伟和他的谢姓丈夫以63万美元的价格 在距离海岸几条街的尼尔森湾购买了一套765平方米的房产 夫妻俩在本月的时候以106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该房产 而孙伟的丈夫于2021年底的时候购买了一处价值210万美元 可以欣赏斯蒂芬斯港海景的大型房产 他还在2022年2月份的时候 以176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临近的一处三房高级住宅 2022年孙伟还购买了一套价值206万美元 拥有不间断海景的海滨单位 该单位可以在boken当中作为度假民宿 好 再来看下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近期中国的安巡公司文件外泄 意外的揭发了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黑客活动 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表示 中国黑客行动范围扩大 加上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任务 使得中国对黑客服务的需求增加 黑客外包产业逐渐的兴起 日前中国的安巡公司的一系列的文件遭到外泄 揭露了该公司八年以来向中国政府部门 安全单位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出售第三方黑客搜集到的资料 服务还包含了协助中国当局 监视国内外的中国公民 在社群媒体当中宣扬亲中言论等些方式 并且对亚洲其他地区 包括韩国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等些国家进行窃听 纽约时报的文章表示 从近期的外流文件当中发现 中国执法部门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已经逐渐的将黑客任务外包给了民间公司 目前中国有数百家的民间资安公司 有些公司支援中国政府资助的攻击性黑客活动 包括协助入侵外国政府和电信公司的网站 报道指出这种转变可能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让国家安全部参与更多的黑客活动有关联 以往这些活动主要是由中国的解放军负责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的黑客和间谍任务 往往是经由省级公安部门来控制 再加上源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越来越多 目标范围变得更为的广泛 使至黑客承包商在中国发现了商机 据外泄的电子表格显示 安循主要的销售对象不是中国的中央机构 而是必须与各地的警方和其他的机构来联系兜售 而报道引述了谷歌的曼迪昂特情报中心的首席分析师 霍奎斯特的话表示 二十年前开始与中国的爱国黑客圈有关的承包商生态系统就逐渐的发展起来 民族主义黑客的出现使得这些黑客产业逐渐形成 此外这份外泄的文件也让美国官员对于中国黑客行为提高警惕 报道引述了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表示 中国已经逐渐的从单纯的间谍活动转变成为了黑客行动 包括涉及在美国关键技术设施的软体当中植入恶意代码 他推测表示 这或许是为了有朝一日的台海冲突来做准备 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雷伊 在2月18号的时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也提到 美国去年在关键技术设施内 发现潜在的中国黑客组织的福特台风 规模比以往要庞大 是主要国家安全威胁之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